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11月27日星期三 大家还记得美国的那两个法案吗 他们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初期一致的通过了这两个法案 就是香港民主自由法案 以及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售武器的法案 这两个法案今天美国总统川普都签署了 他签署了第一个法案也签署了第二个法案 这比较出乎之前人们的预料 也出乎我的预料 尽管中国的官方有七个方面 七个部门一起发声来谴责美国 但是川普还是签了字了 我本来预料说川普有可能会顾虑到 跟中国来签订贸易协议 会送一个顺水人情 因为他这个法案 如果他不签的话 到了十天之后 他也照样会生效 因为他们已经超过了 甭管是众议院也好 参议院也好 他全都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了 就是总统即便是不同意 然后他们已经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 一个法案是照样会通过的 本来就觉得川普会送这么一个顺水人情 既不得罪他国内 也不得罪中国 对香港来说呢 这实质上呢 它的意义又是一样的 但是没有想到 川普他把这两个法案全都签了 就在刚刚签的 刚刚有几十分钟之前吧 路透社刚刚做的报道 我刚刚看的 这个呢 是非常不幸的 我想等中国那边起了床以后呢 又会有七个以上的部门联合 或者分别来发表声明了 会对川普进行谴责 我说谴责那是应该的 谴责是应该的 但是呢 谴责的同时 中国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呀 不要老谴责 就是你老谴责老谴责吧 而没有实际的 别人也不怕你这谴责 本来口头上的东西 像美国 他们脸皮比较厚 根本就不怕你说什么 他们国内就互相攻击 说多恶毒的话都有可能会说 他们都习惯了 脸皮极其的厚 所以你那种谴责 他们根本就当没听见一样 你哪怕你说他当面 他也不会在乎的 这一次呢 那川普签订了这个 中国应该给他们来点厉害的 对他们进行制裁呀 不可以对他进行制裁吗 其实很多方面可以对他进行制裁呀 找各种的理由不要太绅士了 中国现在呢 一方面呢 就是太绅士 太君子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太害怕了 就害怕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 这个美国呀 他们其实你怎么样 他都会这样对待你的 你看那川普 你要是对他好的时候 他说哎呀好啊 欢迎欢迎欢迎 哎非常感谢 你以为你用这个能换回来 他原本要制裁你的 说哎呀因为他们 你看刚买了我们大豆 这个就算了吧 这不是美国人的风格 这不是他的风格 老外的风格就是 一码说一码 你即便是在这一方面 你帮助了他 他会说哎呀感谢你呀 非常感谢你 他牛脸 他就想怎么对待你的时候呢 他照样怎么对待你 他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在他们的字典里面 没有不好意思这四个字 压根就没有 在他们的眼里面 只有利益 没有面子 中国人呢 就是太要脸要面了 应该向美国人学习一些 脸皮厚一些 我只要是 我要了我想要的 你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我不管 中国人呢 就是太在乎了 就觉得说 哎呀他 他就希望我 我的敌人 希望我这样 如果我这样的话呢 我就觉得 没有面子 我上了他的当了 中了他的技了 经常是因为这个 而放弃自己的利益 比如说香港这个问题 你香港这些暴徒 今天夏天以来 不断的挑战底线 不断的突破底线 可是中央政府 一忍再忍 一让再让 早就应该采取措施了 一忍再忍 一让再让 为什么呀 就是大家 在网友当中 咱们别说中央政府了 对吧 网友当中很多人说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可以说是一个鹰派吧 别看我是一个弱女子 对吧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属于鹰派 在就是香港这个问题上 和那个台湾问题上 我属于鹰派 我认为早就突破底线了 早就应该打 孩子不听话 道理给他讲的很透了 你仍然是犯魂 对吧 这样的孩子就该打 你除了打 没有别的办法 道理都讲透了 道理他全都明白 穿着明白装糊涂 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只有打了呀 但是中国政府 就是因为 就好像有好多网友给我留言 每次我主张说 打就应该打 一国两制不要了 有的人就是说 你这样就中了他们的技了 我们为什么老是要顾虑 他们怎么想啊 我们能不能想 我们应该怎么做 他要怎么做 那是他的事 他希望怎么样 那是他的事 我们希望怎么样 这是我们做决定的一个原则 然后我还想说 就香港这次的选举 这次的选举 你看 泛民他们胜了 然后那欢欣鼓舞啊 然后幸灾乐祸啊 然后还不忘了 几队几队这些建制派 不忘了几队几队这个中央政府 说你们不是希望那个建制派赢吗 现在他们建制派打败了 然后呢 你就是中央政府也好 或者是这个建制派也好 就很配合他们 念头大脑 中央政府连这个选举结果 连提都不敢提 连提都不提 建制派说 哎 觉得没面子 觉得 三个打眼有一点 这可以理解 因为是他们输了 但是作为中央政府来说 你为什么会觉得你输了呢 这是你一个地区 一个选举的一个结果呀 你能不能从中找到那积极的一面 你找到那个可以攻击攻击他们的那一面 可以教育教育他们的那一面 他一直都不都指责中央政府说 哎 就是你中央政府剥夺了我们的民主权利 剥夺了我们的自由 剥夺了我们的民主 那黎智英不就是说吗 你中央 中国共产党 就是想让我们赚很多的钱 然后呢 让我们吃好的 让我们穿好的 让我们喝好的 让我们开好车 让我们住好房 但是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自由 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猪 我们要民主 我们要自由 不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不给他们民主 不给他们自由吗 你现在他们胜利了 哇 欢欣鼓舞 你能不能趁机来教育教育他 嘿 你们为什么胜利了 为什么 是因为你们投票 得到了胜利 对不对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 by definition 这叫民主呀 那这个民主的权利 你们投票得来的 对吧 这个民主 你们投票的这个权利 是谁给你的 是英国吗 英国统治的时候 你有这权利吗 你没有啊 你投钱还指责说 中国共产党 剥夺了你们的权利 所谓剥夺就是说 你原本有 现在没有 而事实上是什么 事实上是原本没有 现在有 谁给你的 是共产党啊 共产党给你的 你说你没有民主权利 你怎么赢的呀 你怎么赢的 你不是通过投票得来的吗 对不对 这不是民主吗 西方也在哪说 说好像这个泛民 他们获得了选举的胜利 是打了共产党的脸 怎么能打了共产党的脸呢 我没有民主啊 没有打你们的脸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点呢 好像很少有人认识到 在这选举之后 我在我的视频里面 关于这个观点 我提到了好多次 但是没有一个网友来呼应我 只有今天早上有一个 只有一个呼应了我 他还问我呢 说为什么没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 我说我哪知道呀 对吧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认识到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不能够从一件事情 他消极的一面 来看到他里面积极的一面 为什么不能够抓住 你的有力的一个论点呢 他们这件事正好证明 他们自己错了 证明中国政府是对的呀 正好反驳了他们之前 对中国政府的一个指责呀 为什么中国政府 没有拿这个大作文章呢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大家都把这件事情 当成是自己的一个失败 而没有看到 他们的被打脸呢 为什么老觉得自己被打脸 没有看到他们被打脸呢 我认为香港选举这件事情 是他们的被打脸 不是中国政府 可能是建制派的失败 但是并不是中国政府的失败 中国政府没有失败 都是你的子民 那些泛民虽然说 他们有糊涂认识 他们有糊涂认识 但是他们是你的子民啊 还有呢 就是你要把消极变积极啊 由被动变主动 现在呢 泛民他们就被赢了 对吧 我认为 就这次区议会的选举 泛民赢了 比建制派赢了好 为什么呀 因为 他们这个区议会 这些议员 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呀 他们的责任 是市政方面 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 而今年夏天 对着市政破坏的 简直是 够不够了 对市政一个最大的破坏 建制派 如果你上台的话 你反而 你要为他们擦屁股 现在你泛民上台了 好了 那你们去擦屁股吧 建制派 现在就可以 变被动为主动 监督他们 监督 这个市政 你怎么搞 砸坏了的桥 怎么弄 砸坏的交通灯 怎么弄 砸坏的地铁 怎么弄 砸坏的公交车 谁来赔 这些钱谁来出 监督他们 指责他们 挑他们的刺 对不对 多好的机会 好 中国政府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 也是 就老是 一步一趋 非常被动挨打 然后稍微有一点 那个就被指责 能不能 就是强硬一些 强硬一些 他就举着一个刀 就来砍你 你能不能还击 不要就等着让他砍 不要去求他 别砍我 别砍我 他是一定要砍你的 美国的这个霸权主义 他们实在是太霸道了 我呢 上一个视频 就今天啊 27号 27号的时候 耿爽在记者会上 发表的那一段发言啊 非常非常给力 他对比了 中国干了什么 美国干了什么 因为美国有一个大使说 拿中国和美国相比 是侮辱了美国 耿爽呢 就比较了 中国干了什么 美国干了什么 中国干了什么 美国没干什么 来进行对比 到底谁侮辱谁 到底谁和谁 不能够相提并论 耿爽 这段话非常非常好 我刚才在那个视频里面呢 我把耿爽的这段话呢 给他读了一遍 大家要去听一听他那段话 仔细品一品 耿爽 说的那些话 非常给力 好 现在呢 我就希望中国政府 不要被川普 签了字的这个 给打倒 就像林郑月 我说的 美国对香港的这个政策呢 对香港有利 对美国更有利 不行 我们就采取措施 我们就先下手为强 先发制人 先取消对美国的 那些个政策 先制裁他 看他怎么样 学一下任正非啊 你看他制裁华为 华为打从第一天起 任正非就说了 我们不怕 我预料到了 我们有备胎 这个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 对华为延期 最后一次延期 还没延的时候 就放话出来说 会给华为延期 好像华为应该对他们感恩戴德似的 任正非怎么说的 任正非不用 不用 不用 没有你们美国我们会更好 结果他们散不打眼的 又延了90天 对吧 对美国 就要学任正非 就要学当年的邓小平 就要学当年的毛泽东 当年 毛泽东那会儿中国都穷了 再穷 不能穷着志气 我们中国人历来是讲究骨气的 我们以前穷的时候 尚且有志气 有骨气 现在都这么富了 还怕他吗 一天到晚的 就是因为我们太投鼠机器了 才被他们一步一步的总是牵着鼻子走 被所有人牵着鼻子走 被美国牵着鼻子走 被英国牵着鼻子走 被香港的暴徒牵着鼻子走 被台湾蔡英文牵着鼻子走 不能再这样 改变一下 变消极为积极 变被动为主动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